腾讯正而发声明表示 放弃音乐版权独家授权的权利 腾讯在声明中说 中共市场监管总局7月下达处罚决定 要求腾讯解除和上游版权方达成的协议 截至上周一 绝大部分独家协议已经和腾讯按期节约 大陆媒体报道称 腾讯及其音乐集团2016年的独家取库资源 超过整个市场的80% 据路透社报道 4月份中共监管机构就准备对腾讯罚款 至少100亿人民币 7月监管机构又要求腾讯放弃独家音乐版权 今年8月在中共当局提出 共同富裕三次分配的第二天 腾讯就宣布将投入500亿人民币 执行共同富裕专项计划 另外中共当局再次重拳打击网络行业 当局周一宣布 网游企业只能在周五六日 以及节假日的晚上8点到9点 向未成年人提供一个小时的游戏服务 中共此前规定 未成年人每周玩游戏的时间限定在三小时 有网友认为中共无底线的监管行为 会在行业中制造恐慌 摧毁产业生命力 业界也承认该政策执行必然存在漏洞 漏洞一直在的 比方说像这个政策的话 我们现在都可以想象到的 其实国家已经开始在准备兑付的 比方说账户的租赁 成年人把账户租给年轻人 还有分析人士表示 中共社会的沦落 是中共系统摧毁中国传统文化 败坏社会的结果 新唐人记者毕欣慈 宇威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